大劉哥 你觉得你是脾气好的 好好先生吗 应该算是 怎么说 就像我前几天 我载一个朋友跟他太太 然后到一个地方去 然后他太太就是那种 是有点机车的 乱指挥这样子 然后短短大概十几分钟的路 开了快一个小时 那你真的是很有耐性 好好先生 你都没有发脾气 就忍在心里 但是下车以后 他老公跟我讲 大牛 不好意思 辛苦你了 对 你脾气还真好 我说我脾气再怎么好 也没你好 你看你跟他结婚十几年了 你会忍到现在 对啊 你不只脾气好 很会闹事 我这样算骂 这样跟人家老公讲这个你 所以到底是这个爆脾气 直爽没有心机 还是好脾气温和好相处呢 一定 她们都会心里骂人 对 欢迎收看 新闻开战吧 首先欢迎爆脾气代表 好 我这边是好脾气代表 对 对 闷烧行 就是 还有欢迎我们色彩专家 你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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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人都说 做人就是赢在和气嘛 对不对 就是拜这个 或拜在脾气这个上面 所以那也说出门在外 只要管好自己的脾气才会有好脾气 有一句话说 脾气发起的时候 福气就消失了 对不对 所以尽量不要发脾气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就要问一下大家啦 你们大家会同意 好脾气的人其实才是最恐怖的 请举牌 真的 这个不用色彩专家 你都看得出来 现场的投票数 是 但你是好好先生 我觉得至少合作这段时间下来 我还好 我其实有时候不高兴 我就是自己闷在心里 可能就会比较不好的一面 会留给家人 我们人就是这样 对 都会把最不好的一面 留给最亲的人 然后把那种和善 那你有为了什么事动怒过吗 老婆不给我怎样的时候 我就动怒过 怎么会 其实有一次很暴气的是这样 我跟我老婆去美国表演 然后就突然管理员 我们那社区的管理员 打电话给我老婆 说 你们那个车子刚刚有开出去 好像不是你们在开 我看到是别人在开 好像是你儿子 然后跟一票那种 就类似同学屁孩的 就偷开我的车把他开出去 那时候他还未满18生 这个会生气 会 这个会生气 然后我们又在国外 又没办法 这个控制 回来以后 我就把他叫过来 我说你 然后 重点是撞坏 也不是 重点是说 我说那你这样开出去 你不知道我会生气吗 他说我知道会啊 知道我会啊 你还要这样做 那你不是摆明 干什么东西 因为他不知道你会知道 对 他很想 赌一把 他没想到管理员会打黑 对 对啊 我那时候真的进不住了 就手就起来 就扒了 不由自主 但是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 就是周边 比如说Re稿的时候 就在讲说 其实他们觉得好脾气的人 其实是真的比较恐怖 我想很花卉吗 我们来看网友怎么说 对 对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趋势民调大数据合作 搜集网路讨论声量与关键字 带您掌握最新趋势 由情报站特派员希洁 为众多网友发声 说出你们的心底话哦 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的调查显示 其实台湾有高达62%的人 平均每周都会生气一次 那每七人当中 就会有一个人是每天都在生气的 其中这个好脾气的人 才是狠角色 我们根据去世民调大数据的 关键字显示 包括这个翻脸 翻书 冷淡 冷漠 做作等等 但是其中有一句是说 因为他的脾气 伏笔 表示他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所以小心如果惹到他们的话 就是世界末日了 知道吗 罗哥 其实我每天回家都很难 我只是还没有生气而已 希洁你也是那种好好脾气的人 我是好脾气的 然后我会就是记在心里这样 比如说像我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当下讲 就是我也算是好脾气 但是我到一个点我会就爆 但是你们的好脾气是 就不会有爆的那一天吗 爆的就会闷那一天 要不然我就可能 比如说录影 录到一边 如果真的就 可能我就直接就走掉 我就不录了 或之类的 我会有这种情形 你准备去我看看好不好 先不要 我们现在大家这么和气 不是 先不要 尤其现在最近事情发生 艺人事情发生那么多 我觉得还是好 不要计较太多 快乐就好 而且屈哥是演艺圈里面的公认好好先生 真的 我在工作场合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 以人和为主 但是有一些情绪的 反而会留给自己最亲的家人 对啦 那他的家人又有分 就是Vicky Vicky 对 小孩都不会 那怎么样 还是Vicky 就是Vicky 就Vicky 对 所以难怪 没没 我觉得Vicky每一次在录影的时候 那个脸都是 这个我必须解释一下 我这一次的生气是 对小孩 心情差的时候 小孩还不断喧哗 不过你们已经很厉害 家里四个这样子 四个女生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家是 蛮吵的 照理说我应该是 这么多年应该是适应了 但是那一次 也就是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我就不小心报了一次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疫情 尤其是舞台剧 我是十几年来遇过 第一次 我一整年没有一场的 全取消了 我接下来的演出 是到明年 所以我正在算这个账 收入方面 还有我的演出 明年 我在整理这个时间 还有整理的开销 对 我在精打戏算一番 结果女儿在旁边吵 我要买这个 我那个那个 这个好怎样 这个好漂亮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这餐厅那边 我就朝着客厅那边喊说 你们 差不多这么大声 差不多 然后Vicky还有两个女儿 是这样看我是这样 然后过了三五秒 我又看她们 好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好不好 好戏剧话 然后我自己觉得有点 在家里 没有人接话 然后他们还静止在那边 我觉得自己有点那种 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 你知道我就回房间去 像我们这种人 平常不容易发脾气 一旦发了脾气 之后冷却下来 其实是后悔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这屁 你知道我发现这种脾气 后来我 陪小孩一个笔电 我买一个笔电 跟他陪不试啊 那也是因为你自己要看 因为你手机太小啊 没有没有 所以你想要换个大的手机啊 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都笔电啊 对啊 那就是因为你看了可以 我好像 我好像在眷村听两个人 对啊 两个老兵啊 有同对拔嘴的 对 没有 虚哥是这样的 因为觉得大家都没错 在荧幕上看起来 每个人就是 就是一个好好先生 很好相处 他不是只有对Vicky这样 他对熟的朋友 像我们这种老屁股的 讲话就是跟他刚才那个样子 胖子你们过来好不好 我对你有这样过 你有 我只是叫你滴哥而已 你叫滴哥 你看 他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滴哥 我有一次呢 我有一次就坐他的车 我们两个人 因为刚好我们是从桃源一起过来 我就坐他的车 刚好两个人要去录影 结果呢 他开始他就这样 他可以讲很多 因为你知道老人就是会 讲你很多 老人 我跟妳讲其实我跟妳讲 待会儿那个我们要怎样 什么东西啊 我刚好你去那边 好 有一个街灯车就从那边这样 咻 他从街灯车 从后面这样过去了 好红铃灯就停了 他就失踪 他踩他就 趁你这样开啦 怕是下去给他开 给他难开 我说 七位不要 你不要是吧 门打还在... 我去都很 你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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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 我不搭车 我搭车喔 我搭车 我搭车 对 你打的 他真敢 我搭车 他没有怕 他没有在怕 我才会说我是屈中恒 你有 你这种情况 我会说我是宋少卿啦 不是 宋少卿你怎么样 我愣在那边 我的妈 她真的很赶 我去她妈 店里头还拍到 你妈这样开车 你妈后面有人 你没看到妈这样 很大声 假的喔 点着设计来 看 那设计的话都没有讲 然后就开始 妈妈停到旁边去 让她先走 回车上是bottle的 他没有bottle 那开车 开车 我跟妈妈老潘 你这样不对 我跟爸像这种 你就应该下来 兄弟下去 你妈让我一人下去 妈妈 她打我怎么办 我说你自己先冲下去 打你怎么办 对啊 哭说要被她倒 夸张 你还叫潘老师这样子 她牙齿还不容易做好 被人打碗 对啊 弱迪白 好不好 那潘老师 你是爆脾气的吗 没有 脾气很好 你脾气超差的 脾气很好 对啊 你看刚刚的表现 你们今天好好讲话 我 我跟妳讲 我真的是这样 上他的跳舞课 跳一个 你怎么会跳的 来 没有 以前上他跳舞课 他很烦 我们躲在最后一排 他就会一直说什么 小晨 是不是跳不到 对 由我跟我们唱节拍 然后我已经不想要让大家 看到我在这里 然后你一直要这样戳 一直要这样戳 然后到下一次 我当然就不想跳了 对 他说 你就是不想运动 拍到 你肥 对